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来宾 晚上好 金风宋爽 成临近人 秋天是加拿大最美好的季节 在这最美好的季节里 我们同最美好的朋友相聚在这里 庆祝秋天丰盛的喜悦 今天时逢新中国成立 73周年华旦 我们遥祝我们伟大的祖国 樊勇昌顺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2021年1月 是加拿大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人们居家避遇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 我们加拿大百万酒业 联合贵州云酒集团 在贵州省炼酒工业协会指导下 在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 加拿大华人同乡总会 加拿大中国商业团体联盟 加拿大中国高校校友联盟会等组织支持 协拜下举办了一场 为期两个月破举声势的福中岁月 酒里乾坤 博一酒当纳西斯尔 加拿大首届云酒飞真文大赛 整个活动线上举行 受到了加拿大商报 青春传媒集团 家中时报 淮求华语电视台 温国华港湾 加拿大私勤太平洋国际文学证 加拿大超级生活 多伦多生活 凤华传媒集团等国际 国内媒体的广泛观众和报导 游乐国卫三战者的踊跃参与 社会国家的持续关注 及专列评审的联盟评选 大赛共收到优秀稿件 百余篇 共计19位三战者获得人气奖 46位三战者获得优秀作品奖 活动线上投票互动高达100多万人次 已久会友 已闻会友的互动交流 给疫情下的人们增添不少乐趣 由于疫情原因 原计划赛后举行的颁奖活动 已至未能如期举行 如今 困扰加拿大近三年的疫情终于缩缓 生活逐步恢复正少 各种交流活动终于得以回归 十凤金秋 借此良机由贵州云酒集团 加拿大百万酒店联合主办 加拿大中文媒体记者协会协办 加拿大多元文化媒体联合支持的 加拿大华文媒体金秋招待会 及零酒正位大赛颁奖酒会 今晚在媒体朋友 社会贤达 商户精英 正位参赛者的参与和见证下 成功举行 我代表大赛主委会 向过位的道南 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晚 我们将向十一位 多伦多地区获奖者 颁发奖杯 证书或证文集 获得人气优胜奖的 十九位获奖者的奖金 已在大赛结束后 刺激就汇款到他们手中 沃泰华 我们的利尔 凯尔加里 春宫瓦等地区的 和中国的参赛者的奖金 奖杯和证书 也已经通过邮寄方式 颁发给他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 举行办件晚会 既是对所有明酒 中文大赛参加者的资计 也是对中国文学作品 和中国文化 在加拿大多元文化里的 活泄共成的一次系列 今天我们加拿大华文媒体 在这里举行金秋招待会 并将中国中文大赛颁奖 准备重要的议程 说明我们华文媒体 不忘初心 将一具华文力量 代表华文新生为以任 谢谢你们 我们加拿大华文媒体 并祝福我们加拿大华文媒体 发展壮大 谢谢 谢谢 张大大的金秋 充满思求霸意 张大大的华文媒体 充满活力和造气 我祝愿我们媒体人充满自信 力量和强大 对后我们一起举杯 恭祝我们维哥的祖国 七十三都里干杯 谢谢 谢谢 谢谢万总精彩的支持 也谢谢万总队 我们媒体监统给我们这个祝福 好的 接下来呢 I'm going to introduce VIP The Member of Poland Mr. Sean